當我們講完了多項式的相等 當我們講完了綜合處法和處法原理之後呢 接下來楊明森老師要幫同學介紹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請同學睜大眼睛 豎其耳朵 撐大鼻孔 專心上課囉 老師幹嘛要撐大鼻孔 這樣才能呼吸到新鮮空氣 比較不會想睡覺嘛對不對 所以代表著 我們現在要講所謂的 余式定理跟所謂的 英式定理 那什麼叫余式定理跟英式定理呢 它是源自於處法開始的 假如我說今天有一個f of x 他假如除以 x-a的話 那他是不是會得到 三次 跟所謂的 因為你的除式是一次式 所以你的余式 就一定就是個常數嘛 所以我就直接寫r就好了 那 據說據說 聽說聽說 謠傳謠傳 被除式除式 善死 於是 他可以用一個原理 一個等式 把他們四個 串在一起 那叫 除法原理 除法原理告訴我們 被除式等於除式乘以善事 再加 於是 對吧 沒有問題 好 如果這裡沒有問題的話 什麼叫做余式定理呢 只要你這個地方看得懂 那老師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等號 代表等號左邊的多項式跟等號右邊這一坨多項式 是一樣的吧 既然是一樣的話 那 寫出除法原理的好處 在於建立等式 有了等式之後 我就可以 兩邊 代 值了 對不對 好 當我兩邊代值 我要怎麼代呢 注意聽囉 我要怎麼代 來 我要證明 我帶 A進去 得到的 那個 余式 那個R 就是函數值R 老師什麼意思啊 意思也就是說 來 我們說 被除氏 等於除氏 X-A 乘以 喪式 再加上於是R 對吧 那我們說 他可以兩邊代值啊 那兩邊代值我 XR代多少呢 老師告訴你 你看一下 在這個等號左兩邊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這個喪式 我不知道 哈 他是迷樣的人物 我不知道他幾次也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才寫Q嘛對不對 所以想盡辦法 把喪式給幹掉 不要那麼常辦喪式嘛 那如果我兩邊代值的時候 我看到Q 看到喪式就不喜歡 那我就會想要把喪式幹掉 怎麼幹 用什麼幹 當然是用 代值的方法幹 所以 切記切記 我 X 我現在用 A 在等號的左邊跟右邊 兩邊 代入 因為你 是兩個一樣的多項式 所以表示 我X用任何數字 代 兩邊永遠會相等對不對 當我左邊 代A的時候 X的部分 是不是帶A進去呀 對的 所以叫F 而右邊的部分 X 也帶A進去呀 所以 舉凡你看到的所有的X 通通用A帶 所以帶A進去 帶A進去 結果你發現了 A-A 發生什麼事情 碰 這一整坨不見了 上次沒有了 因為我帶A進去 所以表示 我等號的右手邊 只剩下誰 哎唷 不錯喔 只剩下R了耶 所以 言下之意 意下之言表示 我們剛剛講F 他除以 X-A 的 於是 等於R 就代表著 這一個多項式 他用A帶進去的 函數值 等於R 是 一摸摸 一樣樣的道理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有一個多項式 F 他除以 X-2 的於是 叫做 3 那你會想到什麼 那我就會想到 這個多項式 他X用2 帶進去 的函數值 等於3 這是 同一件事情喔 這個東西 我們稱呼 他叫做 於是 定理 那楊美森老師要告訴你 有一個東西叫 英式定理 那我跟你講 英式定理是什麼 英式定理 來吧 他根本 就是個 屁 啊 老師為什麼是個屁啊 你如果 於是定理懂 那英式定理一定也懂嘛 為什麼 據說 被除釋 等於除釋 乘以 喪事 喪事 加上 於是 如果今天你除以 x-a 剛好整除呢 那不就代表 於是這裡就寫一顆球球 零送給他嗎 對不對 這個叫出法原理 就代表 x-a 是 是f的英式 f除以x-a 根本就整除 於是為 零嘛 對不對 那當我寫出法原理 等號兩邊不是我會代值嗎 那你知道我這次會代誰 還是一樣啊 我一定是想辦法把這個喪事 就是q把他幹掉嘛 因為我不想要常常辦喪事 不知道是多少 所以一樣 x-a 兩邊代入 一摸摸 你要講什麼啊 對了 一樣樣 所以 x-a 在等號的左邊 跟等號的右邊 兩邊代入 舉凡你看到的 所有的 x 通通都用a 來表示 所以等號的左邊一代 叫做 f-of-a 等號的右邊 一代 發現 a-a 0 0所以任何東西都是0 砰 又來了 枕頭不見了嘛 那代表 帶a進去 所得到的答案 剛剛寫r 因為於是為r 現在枕除 所以於是寫0 代表這裡我應該寫多少 寫0 所以這個東西 有人說他叫 英式定理 那他根本就是 於是定理的其中一個 特例嘛 當我把這個r 改成0 改成0 也就是整除的時候 那他是不是就變成英式定理了 所以英式定理 其實不用特別另外學 你只要懂於是定理的概念就好了 也就是說 除以 舉個例子來說 除以 x-2 我們剛剛說如果於是為3 那就代表 f 的答案 叫做3 那如果 你除以 x-2 是整除呢 那代表於是為0嘛 那就代表 你f 帶2進去的答案 等於 0嘛 意思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就叫做 英式定理 那 於是定理跟英式定理呢 你一定要 很快的能夠反應過來 所以老師 讓你待一點 做一點 練習 什麼叫 於是定理呢 其實它根本就是兩個東西互相轉換的一種技巧啦 欸 老師問一個問題啦 欸 f of x 剛剛我們都講過好多遍了 如果除以x-2 好不好 得到 3 4 就是q 於是叫做 3 那 你會想到什麼 那代表 寫成除法原理 代表f 代2進去的 函數值 等於3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它是一體的兩面 它其實根本就是 如果你除以 x-2的 於是 叫做 3 也就等同於 你這個多項是 用 2 代進去的 函數值 等於3 是 一摸摸 一樣一樣的道理 所以 於是 跟函數值 它是可以互相轉換喔 這個技巧就叫 於是 定理 當你看到 代2進去 代2進去等於3 函數值等於3 轉成 於4 就是除以x-2的 於4 叫做3 當你看到 除以x-2 有個多樣是 除以x-2 於4叫做3 那你也可以把它 轉換成 函數值 10 等於 代2進去 叫做3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啊 叫做 函數值是用 代的 于是 是用除的 可以代 也可以除 用除法算 于是 更用 代值算 函數值 函數值 跟于是 可以代 也可以除 于是跟函數值 互相轉換 但利用的這種技巧 我們就稱呼它 叫做 于是 定理 當于是為0 整除的時候 它是 于是定理的一個特例 我們說 它叫 因是定理 所以你要懂得 習慣互相轉換 老是問你 可以代也可以除 可以代也可以除 如果 他可以除 代表他可以代 如果 于是 等於3 代表一定有一個 函數值 等於3 來你告訴老師 于是等於3 就表示 他一定是帶了 某一個東西 的 函數值 等於3 可以除 也可以代 于是跟 函數值 互相轉換 那你認為這是代值 那你就看他除以幾 他除以x-2 代表 他代 2進去 等於3 如果你可以把 于是 轉成函數值 那你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把函數值 轉成于是 如果有一天 這首歌很好聽喔 如果有一天 當你看到 f of 代 負 1進去的 函數值 等於8 那你會想到什麼 诶 函數值是代出來的 你也可以想到 他一定有一個 除法的 余式 叫做8 也可以用 除法去除 嘛 對不對 那怎麼除呢 你一定會想到 一定 f of x 他一定是 除以了某一個東西 他的余式 叫做 8 所以才會 代入一個 函數值 會有 8 喔 對了 那到底是除以誰呢 那就看你用什麼代 你用 負一代 那表示 你今天應該是除以 講出來 對啦 他的意思就代表你可以把它轉換成 除以x加1的余式 等於8 所以 函數值 等於8 那你可以轉成余式 除以x加1的余式等於8 余式 跟函數值 互相轉換 互相利用 看到除出來的余式 你要把它想成 他也可以變成 代出來的函數值 看到代出來的函數值 你要把它想成 他也可以變成除出來的余式 兩個互相轉換利用 這就叫做 余式 定理呀 所謂余式定理叫做 余式 和所謂的 函數值 兩個可以 互相轉換 互相利用 那他的題目會怎麼考呢 經典的考題 就在這邊 請同學 豎細耳朵 仔細聽囉 他題目現在要我去做 x加1 去除這個多項式 問你說所得的余式是多少 哇塞 你如果真的去除的話 那很恐怖 這個是 2017次方 哎唷 106次方 西元2017年 民國106年 那一年 楊明三老師18歲 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嘛 對不對 這樣子如果你真的要去除的話 那還得了 可是千萬 你不要忘記喔 什麼叫余式定理呢 他要你求的是余式 那我 把他轉換成 函數值嘛 意思也就是說 題目 他的 所求 是f 去除以 x加1的余式 那其實轉換成函數值 就是 這個f 我的x 用什麼數字帶進去呀 對 用-1帶進去的 函數值嘛 所以當我轉換成函數值 之後 你再看一下你發現 哎唷 那就變得簡單多了 對不對 因為-1的次方 基數次方 結果 不變 偶數次方 變成 正1 如此而已呀 所以 把 他 帶進去 -1 的 2017次方 還是-1 好 然後呢 106次方變正1囉 所以小心 加上6 然後 減掉2 再減掉10 然後再加上5 所以 經過 金米儀器的 運算 我們算出來 答案 叫做 -2 意思也就是說 如果本題問我 除法的余式 我覺得很難做怎麼辦呢 把余式 轉換成函數值 可以除 5 那你也可以轉換成 可以 代函數值 看哪個好算 我們就用 哪一個方式算 如果這樣的話 那本題 他說f 好可怕的一個多項是他竟然叫我把2 帶進去 說說看答案是多少 當然你當然可以帶啊 2的5四方32 2的4四方16 帶進去 我告訴你你帶完之後 你的孫子都出生了可能你還沒帶出來呢 不要忘記 他叫我帶函數值 我覺得很痛苦 那怎麼辦呢 把函數值 轉換成 余式 意思也就是說 本題的 索求 索求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帶函數值 但是也可以把它想成 是這個多項是f 拿去除以 來 他叫我用2 帶進去 那等同一個叫我 算去除以 x-2 的 於是 是 一樣的道理嘛 這叫做 於是 定理 除以 x-2 那我 才剛剛講過 綜合出法 我們來看一下綜合出法 直接用綜合出法 去數數看 所以來 綜合出法 直接預備 好親愛的孩子 來 領導係數 357 降密排列 缺項記得要補零喔 好 所以這裡 負的 699 好 再來 負的 35 5 正9 正3 還有15 來來來 你的除式是誰呢 叫做x-2 所以令除式為0 那個時候的x等於2 我們練習一下 來 領導係數 搬下來 斜的方向乘起來 直的方向加起來 所以 357 乘以2 714 直的方向 加總起來 叫15 斜的方向乘起來 叫30 直的方向加起來 叫負5 斜的方向乘起來 叫負10 直的方向加起來 叫負1 所以繼續做運算 來吧 12 得 對了 叫做2 所以代表 我們算出來 他除出來的結果 除以x-2的於4 叫做17 你除以x-2的於4 叫做17 可以除 也可以代 於4 可以轉成 函數值 除出來的於4 可以把它轉換成 代出來的 函數值 所以表示 你除以x-2的於4 叫做17 就代表你這個f 多向是 你用2 帶進去的 函數值 等於17嘛 所以道理是 一摸摸 一樣的 非常重要的好題目 楊明山老師 教給你囉 於是定理裡面 在段考當中 還有一種 非常非常精彩的好題目 在哪裡 在這裡 他要我去算7的7次方 減掉50勝7的5次方加6勝7的4次方加4勝7的4次方 光念題目嘴巴都快要打結了 老實問喔 你有沒有發現他要我算的這個算式 很多很多地方出現了一個數字叫做7 對不對 那乾脆這個樣子 我們把這個7 令成x 把整個式子 變成x的 多向式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 來 我們令x等於7 那整個式子不是變成一個x的多向式嗎 那本題呀 就好像這個多向式 他叫我x用7 帶進去 算 函數值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所求 叫做f of 7 而你千萬不要f of 7就直接又來了 7的7次方 減50乘以7的5次方 加上6乘以7的4次方 那你不就把題目又抄一遍了 對不對 千萬別忘了 所謂的 函數值 如果你覺得很難算 不要忘記 他可以去做 轉換 怎麼轉換呢 函數值 轉換成 於是 於是 轉換成函數值 函數值如果 很難算 那怎麼辦呢 把他想成 他一定是某一個儲法的儀式 除以誰呢 喔 帶7進去 就等於除以 x-7的儀式 那儀式 應該就好算多了吧 我們供請哪一個同學呢 我們供請 綜合儲法同學出來跟我們大家見面 綜合儲法說 他 答應了 來 綜合儲法 好 千萬不要忘記喔 寫出他的係數 寫出他的係數 然後降密排列 缺項要補0喔 所以開始 1 馬上有缺項了 6次方叫做0 再來 降密排列 5次方 負50 再來 6 好 4 再來 2次方係數 一次方係數 我們的常數項 因為你是除以x-7要須算於4 所以令除4為0 那個時候的x等於7 所以 你想一下待會這個地方就會出現你的寶貝答案了 我們趕快算一下囉 來 領導係數搬下來 斜的方向乘起來 值的方向加起來 鞋的方向乘起來 值的方向加 起來 斜的方向乘起來 值的方向加起來 斜的方向乘起來 值的方向加 起來 準備答案要 出來 47 28 這裡 加起來叫負2 所以負2乘7 負14 值的方向加總起來 負26 所以言下之意 意下之也 那表示 它除以x-7的余式叫做-26 那转换回来不就代表 你代7进去的函数值 叫做-26吗 如果代7进去的函数值 叫做-26的话 那意思也就是说 我原来的这一坨算是 它算出来的结果 应该答案叫做 负得26 所以相当精彩的好题目 请同学要不要把握清楚哦 他现在跟我说 f of x 这个多项式 然后他竟然问 他说 g of x 等于 f of x 除以 x-2 的余式 是什么对不对 亲爱的孩子 很多同学被什么东西吓到 被这个东西吓到了 吓死人了对不对 那你不要管他嘛 如果你觉得他很可怕 眼不见为净嘛 你觉得如果班上有一个同学很丑 你不要看他嘛 对不对 我就不要看他嘛 代表他其实根本就是叫我求 g除以 x-2 的余式 本题如果叫我求 g这个多项式 去除以 x-2 我就先暂时不去看那个丑拔怪 结果你忽然之间 突然之间 赫然之间 sundry之间发现了 他叫我算这个耶 等一下 听说我们一直在玩的一个游戏 叫做 于是跟函数值 可以互相转换利用 于是是用除的 函数值是用带的 可以带也可以除 他现在叫我除 可是我还真不会除耶 那根据于是定理 他叫你除 你不会除 你不会用带的哦 他叫你算 于是 你不会算 你不会把它转成函数值哦 所以表示 其实他根本就是要我求 函数值带极 讲出来 把你心中的小秘密告诉我 我要知道你心中的小秘密 因为我要告诉全世界 哦 原来他叫我求G of 2啊 哦 原来是这个样子哦 那只要这个地方 你能够写得出来 第一关就破解了 再来下一个部分 可是 他没有给我G of x 他给我的是F这个多向式耶 所以我要想办法 把G 这个多向式 跟F扯上关系 他现在有没有帮我扯上关系呢 他说 我给你讲哦 G跟F的关系长成 这负责性哦 老师 为什么你这边没写啊 道理很简单啊 你告诉老师 多向式的相等 好久好久以前了 老师说过 多向式的相等 等号左边 等号右边 如果相等 什么叫多向式的相等 老师那就是两个相等啊 哪有那么简单 一个带 一个笔 对不对 你可以两边带值 不管 x两边带多少 算出来结果 多相等嘛 哎呦 他今天叫你带什么 他今天叫你带2 那代表左边带2 那我右边的 哎 x的部分 是不是也带2进去啊 哦 原来题目前后 是有相关联的哦 好 所以 他要我算G 我不会 我就把它转成F 因为F有给我嘛 哦 所以本题 首先第一个 帮杨梅山老师一个忙 什么忙呢 来 请你给我一只手 Give me a hand 来 这个东西等于多少 如果这个你不会的话 那我先跟你讲哦 嘴巴张开来 杨梅山老师哦 要朝你丢大便 往你的嘴巴丢进去 哎 你这个都不会哦 拜托 哎 哎 把2丢进去 所以 8 减8 负2加5 那这个就是3嘛 对不对 所以本题 他其实就在求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等于多少呢 那管他的 反正他已经有这个多项式了 F 那我就直接把3 再把它往里面丢进去啊 所以你会算出来 本题的答案 来 带3进去 27 减掉 33的 99的18 27减18 多少 哎 多少 哎 对了 9 9减3 6 6加5 所以我们本题的答案 叫做 1 1 叫做 11 所以 这一个题目 大学学者考题 首先第一关 你要先想的是什么呢 叫做 哎 对了 要你求于是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 函数值 把于是 转换成函数值 这是第一个观念 第二个观念 就是 哎 多项式 两边如果相等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两个多项式相等 叫做 两边 带入 任何数字 算出来的结果 都相等吗 那你都已经说要再二了 我就给你带二进去 对不对 然后经过 一阵激烈猛烈的打托之后 本题的答案 叫做 11 恭喜老爷 贺喜夫人 老爷怀孕了吗 不是 所以我们用很清楚的观念 把答案 算出来了 所以同学 我们来切记这两个重要的观念 本题大学学测的考题 杨明山老师轻轻松松解决它 最重要的考题终于出现了 这个题目 端考100%一定考啊 老师 你有讲一定考了 要是没有考怎么办啊 要是没有考很简单嘛 杨明山老师也讲过了嘛 考完以后 没有关系 杨明山老师脱光衣服 躺在讲台上 让你任选器官 用力的给它踩三下 踩三下 踩三下 对不对 你又会选同一个器官 踩过了 你还是不发愁 继续踩 对不对 我告诉你这题 几乎每一间学校 都是一定考的 他说 有一个多项式 次数不低于二次 而且除以x-2的余式叫做1 诶 除以2x-1的余式叫-2 对不对 老师跟你讲哦 你一定一定要有这样的敏锐度 什么叫做这样的敏锐度 就是除以一个多项式的余式 跟它所带出来的函数值 余式 函数值 函数值 余式 余式 函数值 互相转换利用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你除以x-2的余式叫做1 转换成函数值就代表它在告诉你 我带2进去的函数值等于1 你一定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哦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除以2x-1的余式叫-2 你有一个余式叫-2就代表你一定有一个函数值叫做-2啦 那到底是带什么函数值呢 就看你除以几咯 对不对 你这里 2x-1就代表你一定是带1二分之一的函数值叫做-2啦 所以这两个是题目的已知条件哦 哦 然后他题目就说啦 那如果我把这两个乘起来 再拿去除F 那于是是多少 说真的我也不会耶 可是你还记不记得老师讲过 有空没事 多写除法原理 有益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你有没有发现课程是前后呼应的 所以你要注意听 专心听老师上课哦 不要一直光看我的头发 就以为数学会进步哦 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哦 所以来 有空没事多写除法原理 有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所以表示 他叫我要算 我不会嘛 不会就不会有什么了不起 这题我不会 不会有什么了不起 从小到大你有多少题目不会 你还不都活得过来 对不对 所以那就先写个除法原理好了 所以by除法原理 如果不想要写by除法原理 也可以写according to除法原理啦 随你的变 多一变啦 来 有空没事多写除法原理 有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所以来 被除是 f of x 等于除4乘以3 4 加于4 除4是谁 他叫你写谁你就写谁嘛 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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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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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4啊 我说了 念数学要干嘛 要投入感情 伤4啊 我待会在代职的时候 我就是想把你干掉啊 我就是想把你干掉啊 伤4啊 来 再来 再加上本题问的是谁 本题就是问我 于是是多少 那老师要问你一个问题哦 在除法里头 于是有条件限制吧 于是要嘛你整除 于是为零 没有次数可言 要嘛要嘛 你的次数 一定要低于除4的次数 所以表示你今天你的除4是2次4 所以代表你的于是最高最高 只会是一个一次多项4而已嘛 所以他今天问我说于是是谁 那我干脆把这个一次多项4 把它假设出来好不好 那一个一次式你会怎么假设 一次式那就有x向跟常数向 对不对 所以代表我假设这个于是 叫做ax加b 然后我就会好想好想求ab ab是未知的系数 是等待我来求的系数 这个系数有两个 两个未知系数 那我就需要两个条件 来把a跟b求出来哦 那要两个条件要怎么求呢 根据刚刚你对于是定理的观念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条件 对 两个条件好像可以用来解ab 这是第一个 再来 我常常都在两边代值 两边代值 两边代值 我每一次在代值的时候 你没发现吗 你阿嬷都发现了 你阿嬷跟着你一起看影片 她都发现了耶 我每次代值的时候 是不是我等号 左二两边 代值的时候 多项式的相等 代值的时候 我每次都想要把3、4 3、4给干掉 这个箭头你不是第一次看到了吧 对耶美瑜说真的耶 所以我就会想要代值 把这一坨干掉 因为Q我不知道它是多少 结果它还刚刚好嘟嘟后 它说代二 代二分之一 这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 代二 还真的耶 干掉了 代二分之一 哎呦还真的干掉耶 所以赶快 事不宜迟 二话不说 赶快 来 她说f of 2 她自己讲的嘛 f of 2 那我就带2进去 整坨不见了 那这里剩下来的 你x还是要带2进去哦 所以表示 这边带2进去 叫做2a加b 根据题目 我们刚刚翻译出来的条件 除以x-2的余式叫做1 跟带函数值 x用2带进去 的结果叫做1 是一样的 所以表示 这个等于1 还有一个条件了耶 所以 那我们再来玩一次 再玩一次哦 所以表示 哎呦 第二个条件 哎呦 你带二分之一进去 的函数值 叫-2 结果带二分之一 一发现了没有 这头三四 就被我干掉了 所以我在代值的时候 同学你在题目当中 你会发现 做题目是为了要干嘛 为了要获得宝贵的解题经验 我每次在代值的时候 我都常常会想办法 用尽一切努力 把这个丧事给干掉 一直代表 希望把这两坨 砰弄不见 结果发现还真的不见了耶 所以二分之一丢进去 你会发现哎呦 二分之一A加B 等于-2 老师问 刚刚老师说 有两个位置的系数 只要你把这两个位置的系数 把它求出来 那是不是代表这个A跟B 你就得到正确的答案啦 所以表示 来 够不够求 够求了嘛 所以表示 你的A跟B的答案 应该可以算出来 来 两个相减 相减 所以一减 二分之三A 二分之三A 听说 一减-2 叫做3 对吧 所以我的A 应该可以算出来答案 A 就是2嘛 所以我原来 我的A等于2 答应去 4加-3等于1 所以我的B等于-3 哦 所以当未知的系数 求出来之后 那我的余式 也就会跟着产生了 所以我的余式 叫做2 X-3 所以这个题目 再讲一遍 一开始 请你先注意 翻译题目的意思 利用余式定理 把余式翻译成函数值 再来 有空没事 多写出法原理 有益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所以 除法原理写出来 结果发现 哎呦这个余式 我不会耶 然后本题 记得切记 你的除式是二次式 你的余式次数 是有条件限制的 那如果你最高 是个一次式 我就把它假设成AX加B AX加B 如果你要求 你需要两个条件 对不对 所以刚好题目 提供你两个条件代值 两个条件 解两个位置数 天经地义 所以把它带进去 把位置系数求出来 本题的答案就出来了 小心 这个题目 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一定一定要 非常非常熟悉 这样的题目 杨明珊老师 这个题目 送给你